来自澳大利亚的Jerry 喜欢到不同的地方体验生活 2004年 因为一则英语教师招聘广告 他来到了广东中山市 如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6年 爱游览中国大好河山的Jerry 已经去过很多地方 尤其是过去几年 他三次骑行中国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跨越了20多个城市 行程上万公里 在旅途中 Jerry以一个澳大利亚人的眼光 见证了中国这片土地上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再去2019年 我告诉我妻子 因为她没有到那里 当我们到宁萨 你会看到这个 我们没有 它没有到那里 它已经掉了 洞还在那里 但没有人住在那里 有超级小户 房间 有电视 有电视 有博物馆 有餐厅 有酒店 有酒店 过去几年来 Jerry和妻子一直在帮助 广东合园和韶关的一些贫困家庭 他们也亲眼目睹了 这两个地方的发展变化 在国外社交网站上 Jerry自称为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 自2019年3月至今 他在社交网站上 共发表超9000篇有关中国的贴文 呈现他通过骑行 见证了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 I've sent photographs on to twitter in places like that where people can look at something and say wow this is really so much different to what it was just a few months a few years ago very big changes now that wouldn't have happened without central government you couldn't do that with a localised government it has to be done it has to be done nationally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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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